这里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来一次的地方 是我国建筑最早规模最大的靠日战争纪念地之一 这里是位于南越恒山的忠烈祠 芳芳今天就带大家去祭拜卫国捐躯的革命先列 我们首先看到的南越忠烈祠这五个大字 是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军提写的 走进忠烈祠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处理于广场中心的五颗炮弹 这便是风格独特的七七纪念塔 五颗炮弹代表着我国汉满 蒙回藏等各族人民 团结一心 同仇敌忾 奋起抗战的决心 塔的背面刻着薛岳将军提写的七七纪念碑文 寇饭卢沟 大波宣起 捐躯卫国 中勇将士 正气浩然 彪秉清世 汉族复兴 永血国耻 从碑文可以看到 那些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解放而献身的英恋们 好气长存 永垂不朽 让我们世代惊养 第三竟是纪念堂 在纪念堂的正中间竖立着一块高达六米的汉白玉石碑 碑上刻由薛岳将军撰写的南越忠烈祠纪念堂碑记 纪念堂的两侧是为展览室 陈列着关于南越与抗战的大量史实资料 再现了中华民族同仇地开抗日救亡的历史 现在我们将登上时机前往响堂 时机一共是276级 象征着抗日战争中牺牲的276位中高级将领 时机一共是九层 中间是用大理石片镶嵌着 民族忠烈千古六个醒目的大字 把忠烈词烘托得更加庄重树木 现在我们走到了十街的中间 路过了安亭战役纪念亭 它是为了纪念上海松户会战的最后一次战役 安亭战役中牺牲的将士所修建的 纪念堂的碑原来是由安亭战役使势 后来改成了无字碑 意思就是先列们的应用事迹 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述的 要我们用心去缅怀 现在我们就到了中列词的最高处想堂 在想堂的正上方悬挂的是 中列词溜金牌匾 这块匾是当年由蒋介石亲笔所写的原物 新兴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 在中列词这三个字当中的列字是少了一点的 关于为什么少这一点 见仁见智重说不一 一种说法是蒋介石提词的时候 他心情非常的沉重 抗日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他坚信抗战一定会胜利 但他希望在以后的战争中 牺牲的烈士要尽量少一点 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 第二种说法是蒋介石想效仿岳母赐字 金中报国的国字少了一点 是想等到抗战胜利之后 再把这一点给加上去 也有说这是说法艺术的一种形式 少一点多一点是没有关系的 无论哪种解说 都是寄托着对民族先烈的崇敬之情 进入到想堂之后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巨大的汉白玉石碑 上面刻着抗日阵亡将士总神尉 两边刻有22次战役阵亡将士的审位 1943年的7月7日 忠烈茨举行诺程典礼时 由薛岳将军主祭 他站在祭台上宣布 自即日起所有抗日阵亡将士 一律入辞四项 并规定了每年的7月7日为公祭日 在祭坛的前方有一块汉白玉石碑 碑文是薛岳将军提写的一首回文诗 这首诗无论你是横着念 竖着念 从左至右还是从右至左 都是可以读的 最常见的一种读法是 功利忠烈茨 以茨忠烈神 我怀忠烈魂 世纪忠烈神 一连四个忠烈一气呵成 一片虔诚向往之情 响唐两侧还记载着 37位将军升品世纪的石碑 词语的周围是公墓区 分布着19座烈士墓 其中12座是个人墓 7座是集体墓 这里藏有抗日战争中22次正面大型作战 以及全国共计4万次战斗所牺牲的将士 南越忠烈茨 铭刻着中华民族团结欲辱 共赴国烂的历史 纪念着英烈们舍身忘死 为国为民的雄心 壮丽山河来之不易 青山忠烈 永世铭记 关注芳芳下期见